明星快报报 张博之在上海的菜市场买菜 老板没有那么多零钱找给他 就让他用手机扫 他顿时很错愕 后来在采访中 张博之表示 他对菜市场的印象 还停留在很古老的时候 以为店主都会 把收到的零钱放到篮子里 不用的时候就放上去 用的时候就把篮子拉下来 手机支付在香港并不普及 也难怪张博之到内地之后 会感到如此陌生 同样来自香港的陈伟霆 也一样 他跟马思纯 嗨 陈红年代时 有一场戏是戏里的老父亲 带他到商场买东西 在戏里 陈伟霆是失忆了八年 已经跟现代生活脱节的年轻人 但没想到在戏外 他也是真不知道 手机支付的人 当陈伟霆得知 原来手机支付不是剧本乱写 而是现实生活中 真的存在时 他露出了非常吃惊的表情 最后 陈伟霆遭到了导演无情的嘲笑 哪怕是内地的明星 也不一定会手机支付 邓超录制哈哈哈哈哈哈的时候 导演就有爆料 他不会用 陆寒一听 都惊讶了 连忙自豪地表示 自己会用 云珊珊录我家那闺女的时候 也自爆录节目之前 他根本不懂手机支付 此前一直用现金 明星们连手机支付这种简单的事情 都不会 就更别说 用手机完成别的事情了 比如节目里 陆寒炫耀完 自己会手机支付之后 乘客也连忙炫耀说 我刚学会了打网约车 看乘客那得色的小表情 就知道这种 对普通人来说基本的技能 在富人眼中 是很稀奇的 吴轩仪在《让生活好看》里决定完成一趟 说走就走的旅游 临行之前 却被订酒店拦住了 他虽然是年轻人 却不知道现在 用手机就能订酒店 但吴轩仪毕竟是 经历过高考的年轻人 有一定的知识 所以还是 会用电脑的 他能想到的方法 就是在搜索引擎 搜索酒店 然后打电话 过去订 明星们平时 有助理照顾着生活 有经纪人 安排一切 所以除了不会用手机支付 还很有可能不懂乘坐公共交通 像唐嫣 2017年 他为了参加春晚 地面拥堵的时候 他选择了坐地铁 但他哪怕有交通卡 也不会刷 在粉丝的帮助下 才顺利进展 2019年 周慧明带着工作人员 在台北坐地铁 但他对着机器很茫然 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才完成购票的 除了不会用手机支付和乘坐公共交通 明星们因为被照顾得太好 有时候还会连生活常识也丢了 比如刚开始 无居的黄灵 在节目里想着煮番茄鸡蛋 刚想放点岩石 却分不清自己手上 拿的调料 是糖还是也 最后 黄灵尝了一下 才能分辨出来 当时字幕显示的是厨房小白 可他明明说自己 有空就会下厨 为什么还分不出呢 也许他说的下厨 就是白灼一下青菜 煮一下面条吧 比黄灵分不清 唐和颜更夸张的 估计就是徐璐 分不清篮球和足球了 徐璐璐我家那闺女的时候 张明恩 还是他的男朋友 两人一起 去篮球馆打篮球 谁知道徐璐一进篮球场 就用脚踢篮球 当时张明恩 还贴心地提醒他 这是篮球不是足球 篮球和足球 长得并不像吧 作为一个成年人 还是接受过 九年义务教育的成年人 还是有能力分清楚的吧 偏偏徐璐分不清 还天真的发问 这不一样吗 前不久长孙之父 和尤军上幸福三重奏的时候 也暴露了 自己分不清真叶子 和假叶子的事实 这事 让西梦瑶都无语了 如果说分不清真假叶子 只是一时没注意 那和尤军 帮西梦瑶打下手的时候 不会洗菜 就再一次证明 他是真没什么生活常识了 不然一般人洗菜 怎么会把一整颗菜 放到水龙头下 冲洗就完事了呢 前不久 程丽莎 在 婆婆和妈妈里 为婆婆下厨 她的表现 没比和尤军好多少 煮米饭的时候 不知道 怎么捣鼓电饭锅 炒菜的时候 不知道家人怎么样才算熟 程丽莎是厨房白痴吗 不 也许她是这一两年 不用怎么下厨 以至于重会做菜 退化成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再见